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结合代码来看一下他们的使用情形 我们的代码是这个mini210buttonS 这个是我们这个tiny210里边官方提供的一个驱动 那么这个驱动它的整个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驱动的大概的一个框架 那么它是一个按键驱动 按键驱动这里边它先定义了一些file operation的结构体 这里边就包括open,close,read,pro行数 这个是pro然后还有read,close,open行数 这里边还有中段处理程序 所以我们猜测一下它这个是一个采用的按键的中段处理 同时我们这里边看到了我们熟悉的timer 那么这个可以理解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了在中段处理程序里边 你所做的事情越少越好 正是秉承这样的观念 我们看到在这只驱动里边 它的中段处理程序只有两行代码 只有两行代码显上不行 那么它的工作在哪里完成呢 答案是在这个timer里面去完成 所以它是在这个中段处理程序里边 它去把这个timer去做了一个设定 然后进而在这个timer的处理程序里边 去完成整个这样一个处理的过程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模板 我们以后写程序的时候 或者写驱动的时候 就应该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学习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仔细来分析一下这个驱动 我们分析的时候 我们的侧重点是它的一个睡眠和唤醒的使用 以及它们的时机 根据我们前面的讲解 我们大概讲了一下 这个驱动里边 它的kvalue里边放的是什么呢 放的是按键的一个词 你是因为我们在210里边有八个按键 所以它这里边定了八个零 那么相应的分别针对的时候呢 k1到k8 相应的k被按下的时候呢 那么它的这个值呢 就会变成1 否则的话就是0 然后呢 这里边还定义了一个什么呢 定义了一个kpress kpress 这样一个整数 那么这个kpress呢 就用来表示条件 什么意思呢 它这个呢是一个条件的一个标志 条件一个标志 假如说有相应的按键按下 那么这个值呢 就变成1 否则的话呢 就是0 就是0 所以我们呢 就从我们的这个read行数来看 因为在read行数里边呢 它是有一个睡眠的过程 那么这个read行数的话呢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那么我们这里边的话再次来讲一下 在这个read行数里边呢 它呢 因为这个evepress呢 是一个条件变量 它是0呢 表示就没有按键按下 没有按键按下 那么没有按键按下的话呢 就表示什么呢 表示条件没有得到满足 所以条件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呢 那么对于阻塞跟非阻塞呢 就要分开来看待了 就分开来操作了 所以这里边 它就会根据这个 file的它的一个flag 假如说它没有设定 它设定了这个nonblock 那么表示说它是一个非阻塞 在非阻塞里边 当条件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呢 就返回一个错误代码 那么对于阻塞来讲呢 那么这里边的话呢 就需要干嘛呢 就需要等待 那么等待这个等待的实现呢 就是睡眠 所以在驱动里边呢 我们就会调用wait event interruptible呢 来睡眠来睡眠 那么这个睡眠行数的话呢 它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button WR with Q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等待对列头 那么第二个参数呢 是一个条件变量 条件变量 因为当前这个条件变量是0 是0 那么我们这里边的话呢 就等待它变成1 因为这个条件变量为1呢 就表示有相应的按键按下 就表示我们请求的条件呢 得到满足了 所以呢 我们这个wait event interrupt 它第二个参数呢 就是1 表示等待它变成1 它变成1呢 表示就条件得到满足了 那么这个wait buttonwait Q呢 这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呢 是用这个红定义 来出实话的 那么这个红定义 在哪里定义呢 这里边呢 比较长 比较长 所以呢 我们 就不这样找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它的一个 头文件就好了 因为这个很有可能 在这个wait wait.h wait.h 这个头文件里面定义的 所以呢 我们进到这个头文件里边 我们来搜索一下 所以这个呢 红定义呢 它是定义了一个 什么呢 定义了一个name 这样一个 等待对对的一个头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呢 也是一个初始化的过程 所以 到现在为止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 等待对对的初始化 除了用这个行数 来初始化呢 还可以用我们的 这个红定义来初始化 那么 它们两个的结局呢 结果呢 都是一样的 都能够完成 我们这个等待对对的初始化 那么在 在这里边 假如说是 我们是去一个 做一个阻塞读的话呢 那么 当你的上层 对这个设备文件 掉用wait的行数的时候呢 那么它就会执行到这里边 执行到这里边以后呢 那么 当前的进程呢 就会让出CPU 让别的进程去执行 所以后续的代码呢 也就不会执行了 当前进程呢 就会 在执行完这句代码以后呢 就会阻塞在这里边 就会阻塞这里边 好 那么 这里边阻塞以后 这里边阻塞 因为这个 这里边的阻塞呢 也可以叫睡眠 就说当前进程 执行完这句代码以后呢 它就会睡眠了 那么 当前进程的代码 睡眠以后 什么时候唤醒呢 什么时候唤醒呢 那么我们来 再来看一下 唤醒 因为唤醒呢 因为有睡眠呢 必须要有唤醒 所以我们来搜一下 这个唤醒 唤醒呢 是wakeup 好 只有一个地方wakeup 什么时候wakeup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从中断处理程序里边来看好了 在中断处理程序里边 假如说产生了中断 那么表示说有按键按下了 有按键按下 并且呢 这个按键 它所对应的button description呢 就保存在这个指针里边 这个指针里边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它就会调用什么呢 调用modal time modal time modal time呢 去延迟止行 因为我们只要知道 这个modal time呢 表示什么呢 表示一定的时间以后呢 去执行它的这个 定时器的处理程序 处理行数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按键的 它的一个定时器的实相 这个呢 就是它的定时器的实相 那么定时器的实相呢 其实呢 也很简单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 所以呢 我这里边就不再详细讲解了 其实它的本质呢 就是读取当前的定时器的 读取当前的这个按键的值 按键的值 假如说它是按下了 那么就会把这个值呢 制一 那么这里边的这个值是一呢 我们就应该想到 之前有一个进程呢 它因为要等待这个按键的值呢 而睡眠了 所以呢 我们这里边呢 就应该把它wake up了 把它wake up 那么这里边 把它wake up以后呢 那么我们这里边的代码 就是我们的这个read行数里边的代码 那么它里边呢 就会被唤醒 那么它被唤醒以后呢 就表示它等待的这个条件呢 得到满足了 因为这个时候呢 evepress这个值呢 确实已经变成了1了 那么它的条件 得到满足以后呢 那么这里边的这个wake up event呢 就会被唤醒 就会被唤醒 那么它唤醒以后呢 就知道它这个条件呢 得到满足了 得到满足了 那么得到满足以后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它就会从这个代码之后呢 继续往后执行 继续往后执行 然后它首先把这个值复连 然后呢 去把这个按键的值呢 拷贝给用户空间 用户空间 这里边复连呢 是因为这次的这个读操作已经完成了 所以呢 它把这个值复连 之后的话呢 它就把这个按键的值呢 拷贝到用户空间 那么它拷贝到用户空间以后呢 那么用户空间的rate呢 就不会再阻塞了 也就返回去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wake up 跟wake up 它的一个使用方式 使用方式 那么这两个行数的使用呢 其实呢 大家只要掌握好两点 第一点呢 就是有阻塞 需要阻塞 才会调用这个wake up 行数 然后呢 有睡眠呢 就要有唤醒 就要有唤醒 否则的话呢 你可能就 这个进程呢 就没有机会再去继续执行了 呃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呃 就是我们的一个驱动里边的一个睡眠 睡眠和唤醒的一个使用方式 那么最后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 睡眠 也就是wake up 这一系列行数 那么你这个行数的话呢 你可以在进程上下文代码里面睡眠 啊 我们这里边 我们这里边这个file operation里边的这些open read write呢 都是进程上下文代码 那么你在这代码这些代码里边呢 都可以睡眠 都可以睡眠 要睡眠也很简单 只要调用wait event 这一系列行数呢 就可以把当前进程呢 进入睡眠状态 但是唤醒的话呢 在任何代码里边都可以唤醒 因为唤醒程序很简单 很简单 我们这里边我们来看一下 wake up呢 wake up interrupt 那么它的参数呢 是一个等待对列的头部 因为在睡眠的时候呢 已经把当前进程呢 化作一个等待对列 挂在这个等待对列头部上了 所以唤醒呢 你很简单 只要从这个等待对列的头部里边 取下它上面的等待对列 从那个等待对列里边得到 需要唤醒的进程 然后把它唤醒就OK了 所以这个wake up本身呢 它是不会睡眠的 所以 所以对于唤醒呢 因为唤醒操作 就是wake up操作呢 它是不会睡眠的 所以在任何代码里边呢 都可以去调用wake up 去唤醒 去唤醒 当然你要唤醒呢 是有条件的 我们在这里边呢 是你只有条件 得到满足以后呢 你才能够去唤醒 才能去唤醒 否则的话呢 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这里边的话呢 这个这两个这两个总结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睡眠呢 你在进程上下文代码中 睡眠 唤醒呢 你可以在任何代码里边 都可以唤醒 只要条件得到满足呢 你就可以唤醒 你就可以唤醒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驱动里边的 这个睡眠跟唤醒的机制 会计计之后呢 是intage 变化